脸书对话中男子向亲友求救 表示自己遭到拘禁 双手上铐已经流血 利用定位告知亲友 自己在柬埔寨的位置 基隆一对情侣前往柬埔寨工作 惨遭人蛇集团控制 还威胁要摘掉他们器官 向家属勒索赎金 基隆警方接获宜然警方通报 发现这对情侣是搭乘一辆休旅车 前往机场 巡线抓到两名嫌犯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访查出境柬埔寨国人家属 发现侠内有一男一女 疑似因为基欠债务而受高薪诱惑 前往柬埔寨打工 期间多次传送求救讯息给家属 表示行动受到限制 甚至有被转卖 上手铐受伤的情形 本分局接获此情之 立即与本局刑事警察大队 共组专案小组 在掌握了嫌犯的身份 及相关的犯罪事证 立即报警 基隆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 顺利执行两嫌道案 巡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送办 警方调查两名嫌犯说在这对情侣前往搭飞机 还帮忙办护照和买机票 从中获利10万元 并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并将持续追查其他共犯 警方在此呼吁 近期国人受诱骗出国打工情势被害增多 警方会将每一个被害的案件 视为重大刑案侦办 也运用各式的侦查能量 持续追查其他共犯 及犯罪的首脑道案 并将运用各项资源 及刑事法律救援被害国人返国 目前这对情侣还受困在柬埔寨 家属和警方已经透过外交部 全力展开救援 只希望各界积极救援下 两人能够尽快平安归来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